在今天,好男第六季官微正式宣布定档时间为4月13日本周五晚20点50分 这对于粉丝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消息了 而此前官微也发布过播出时间为4月20日每周521点15分播出 这次紧急提档,有三个大原因,其中最后一点和陆寒有关 原因一,配合重大活动安排 之前某大为国主爆料称,配合重大活动安排 根据上级要求,奔跑吧提档本周五黄金档播出 跑进奥地利联合国为也纳总部 本周浙江卫视周末综艺编排 4月13日周五,19点30分王牌对王牌收官 20点55分奔跑吧开播 4月14日周六,20点30分一口同声 22点24小时收官 大家都知道,奔跑吧第六季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政策 远赴奥地利录制节目 此次紧急提档也是为了配合国家元首访华行程播出 带着国家传播正能量的使命 跑男兄弟团提前和大家见面了 原因二,避开和极限挑战壮档期 奔跑吧的跑男兄弟团和极限挑战极限男人帮 是目前回归节目呼声最高的两档节目 而之前极限挑战第四季宣布4月22日回归 奔跑吧也算是避开极限挑战壮档期 这两档节目,你更期待那个节目 原因三,4月20日陆寒28岁的生日 大家都知道,4月20日是陆寒28岁的生日 据说录制节目的时候,陆寒女友关小彤也去现场了 本来跑男6开播之日,并为20日 恰好又赶上陆寒28岁生日来临之际 是个双喜灵魂的好消息 但是紧急提档后 第二期的播出和陆寒生日 估计也能再次掀起新的一轮热搜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宣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